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笑就是一个痛苦的极致的表达 因为到了极限以后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人生 社会等等 人自己的一些问题 生老病死等等 是切身感受的 因为我画的作品都是从我自身的感觉出来的 悲观的人 我觉得当艺术家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必须是悲观痛苦的 艺术家不是自身所谓的快乐幸福的 他是要能感受到自己 人类等等社会的痛苦 他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 他们应该比较熟悉我的傻笑的这个系列 当然我是创作有四五种系列吧 比如说什么场景系列 迷宫系列 还有一些等等等 其他的一些东西 可能那些作品 他们可能接触的比较少 了解的比较少 我是希望他们不思考 因为我画的画都是不思考的 这是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吧 一个方式就是要塑造一个人 然后创造一个明星式的 在绘画当中创造一个明星式的人物 所以这是我一系列的 艺术创作的一个理念 所以需要一个固定的人 然后他是由我来 根据我的形象来变化的 我觉得如果有自恋的话 我觉得应该 应该 每一个人都应该自恋一下 因为那个 每一个人都应该再喜欢一下自己 不画画的时候 也要思考画 不可能是画画的时候就画画 然后不画画就想的是别的 都是在一起的 24小时 因为还可以可能活二三十年 我估计差不多都给了画画